大家好,我是旭哥,歡迎收看旭哥 手遊攻略,那這是你會開寶箱嗎? 最新的放置型RPG手遊,旭哥來做攻略 今天來分享這個遊戲,T0最強的神裝 頂級最強的神裝,免費拿 最多可以拿到這個天藍色的神裝 最強的T0神裝 你只要一直這樣玩下去,旭哥等下會教你怎麼玩 然後還有這遊戲呢,最多禮包馬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這遊戲最爽的福利 開局最強的神裝都可以免費入手 直接加成10幾%的神裝 遙光月影都可以免費拿,好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都在這一集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兌換馬,遊戲的虛寶學好,獨家最新 那我們進入遊戲呢,可以選擇 這個男角女角 女角腰好像比較細啊 好,都是可愛風格的 然後取個名字 這叫旭哥吧,開局 這也是那種 比較可愛型的,然後 可以製作 裝備的RPG,像之前旭哥有玩過幾款嗎,什麼小小仙尊啊什麼的 就一直開寶箱 我們現在就拿到不錯的神裝 綠色的 他就是這樣一直玩下去 好,這個 一直開下去 達到八級的話,他可以Auto開裝 剛開始先開綠色神裝 這個很輕鬆的小品手遊,非常好玩的玩法 虛寇其實還覺得這種手遊還不錯,我們還有一個藍裝了 因為他不需要用腦啊 現在有時候就是你工作很累的話就玩這種遊戲 就很 紓壓 不需要用腦的遊戲 也沒有什麼壓力,就是反正裝備就是可以一直弄出來這樣 現在這種比較放置型啦,然後 不會太累的遊戲有沒有 都還蠻受歡迎的,像這種打達特攻啊,像什麼的 就比較輕鬆的那種手遊 不要太累啊,不要什麼的這樣 好,我們等級就一直飆上來啦,爽啊 有沒有 然後藍色的神裝,那之後可能還會有更上層的這個裝備可以拿取 就是把它一直 開起來 然後裝起來 當然是數值越高越好啊 多多多益散啊這個遊戲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組的禮包碼,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選單 右上角選單點進來之後呢,會看到畫面的 右上方有這個兌換 兌換碼,兌換碼,在畫面的中間啊 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那禮包碼要怎麼獲得呢,可以到官方的Facebook 或是到這個右上角選單 有一個社區 社區點進來之後呢 可以到他們這個Facebook 這邊就可以去找這個禮包碼 官方有時候會在Facebook分享很多福利 他會定期的會去更新啦 通常手遊都是這樣嘛 所以你可以定期的到這個官方的FB 官方的社區呢,去獲得這個最新 最多的禮包碼的資訊 那你也可以寫信 給他們的官方FB問一下 也可以 那這個遊戲呢,練到最後面呢 會有這個等級嘛 那目前都大概會打到就是 藍色綠色 還有白色這種比較一般的 那在月後面的話會有像是金色啊 像是紅色啊 像是這個 淺藍色這種神裝 這種白金藍這種 可以拿到這種 就是更強的神裝 所以自己的神裝自己打造就是這個遊戲的精髓 其實最近這種手遊還蠻多的 像什麼小小仙尊啊 像什麼那種很多區個都有玩 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自己一直弄這樣 再來呢這個有這個七日千道在畫面的右上角 七日千道呢可以拿到這個寶箱 然後鑽石 還有金色羽毛 可以拿來進階我們的翅膀 還有馬鞭可以有這個就是巡浮坐騎 等於說可以拿神寵再加上有寶石券 然後神器能量 還有這個神裝喔 這個搖公月影神裝 攻擊加成有12% 那防禦加成有12% 金色的神裝 生命加成12%再加上閃避有4% 算是非常好用的頂級的神裝 這個七日千道可以免費獲得 再來成長達標的話呢 也會有這個像是加速券這些東西 鑽石 開服禮包這個算是禮包福利 那這邊有很多好東西呀 金色羽毛啊什麼白色羽毛這些好東西 好這些最爽的福利呢 許個都分享給大家 好那目前呢我們總共有一個紫色的 然後有 三個藍色的裝 努力的拼起來呀 然後一直解任務 賣裝備 出售 一直開寶箱啦 其實爽度還不錯啦 就是輕鬆你就是把它當成 無腦這樣玩就好了 這應該是就是有人類那種 喜歡開寶箱啊開箱那種 滿足人類的那種心理吧 有時候就是想要開箱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人家開箱嘛 看人家什麼 自己開箱 也很好玩 好那這個遊戲呢 玩法大概就是這樣 好 自己的最強神裝自己開起來 自己DIY有沒有 真的蠻爽的 好那今天的攻略呢就分享到這邊了 好那我們升級之後呢 就可以拿到紫裝了 0.2%的機會可以拿到紫裝 好最強神裝自己DIY自己開起來好 大家自己努力吧 好今天攻略分享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對換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 都在旭哥的頻道 好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謝謝